外国青年也向进我们甘肆型活动 其启动之际 为世界共享中国文化 做出独特的攻击 在这种项目 它是真正的大奖务 去摆取桌子 在我们的学生 参与2021年代的 《LOOKING CHINA》 好 谢谢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LOOKING CHINA》 轻微占微占26 刚才 中古年 NA-JUK creo 马上 草 ped ikka 呀 济 脂 中俄 热情 还有那边 那个地方 天气也是特别特别好 还有他们的 还有房子 还有的饭 不太辣的 但是特别特别好吃 还有我的 这片人 是一个复杂人 我知道他比我特别小 但是我觉得他比我 特别负责 一个负责人 我的搭档则广 本身是很专业的媒体人 所以在我们活动中的配合 他表现得很有专业素养 我们的配合也很好 给我感觉到最有意思的一件事 是我们在草原拍摄的时候 然后他突然又给我介绍女朋友 这个让我记忆很深刻 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记得 在第一次跟我的外国小伙伴相见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其实也是一个挺内向的人 然后他也不早说话 所以当时我就想 当我们两个门户路凑在一块的时候 可能会就是沟通起来 可能会存在一个很多的障碍和问题 但是我们通过程式的一个相处发现 其实这样的问题还是不是那么突出的 这是哪一块 这是这一片吗 玉米 玉米 他翻译成汉语 汉语是玉米 非常感谢这个活动给了我一个在感受明前的机会 最好让他回给我教一些拍摄的东西 后来我发现了我们两个可以有一个沟通 我们用叶子做补扫 然后我也想洗一下 然后我睡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我的心不出来了 我给你配音 你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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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了 我的 我的也可以的 可以的 你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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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谢看中国活动能让我和我的搭档 前往里县齐山政府一小学去了解 乡村教室背后的故事 我很喜欢五一村 五一村的气候天气和环境跟我家乡比较相 我的答案是随诊系 我们很快的有了沟通语言 我对他的看法大概就是他的技术特别好 而且很聪明 整体的过程中他特别尊重我的选择 我们刚到五一村小学的时候 我拍摄的技术也不是很好 也没什么经历 在那个我的搭档徐正希的帮助下 和他的指导下 我们两个人一起拍摄 我刚到五一村五一小学的时候 我见到梁慌夏老师 他人特别聪明 特别热情 很好地接待了我们 然后先让我们吃饭 然后跟他交流 我在五一村 五一小学更深入地了解了 在中国 在农村 孩子们怎么上课 怎么生活 然后下课之后 出来在校园 我们一起玩 玩游戏啊什么的 这次我来了 在江苏省龙南市 以前 启山镇 五一村 五一小学 我特别开心 谢谢 我认为沐阳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合作伙伴 在这次拍摄活动中 他一到了干山 就非常热情地和当地的村民交流 交了几个比较不错的村民朋友 我们遇到了当地村民在倒辣椒 但是沐阳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一座生产活动 所以他很开心地跟村民们一起参与了这个生产活动 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沐阳是好朋友 我们一起出了干山 住在这儿 他帮助了很多 你们 老老鼠 老鼠 老鼠 看了现在 大的老鼠 对啊 我觉得干山 这个是特别特别漂亮的地方 然后出了这个地方 我感觉很辛苦 因为这个是农村的地方 里面 里面 里面是上面的字吗 嗯 嗯 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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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有很多 因为感想的人 我看了他们 他们是很辛苦的 在这儿没有很多学 所以我也感觉一点不好 因为我没洗澡 因为没有学 但是都也是辛苦的 因为我比较高兴 没有工作 他们是很辛苦的 面對 这期 当导演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可能 因为拍摄对象是我的孩子 还有我 还有我老公 所以自导自言的这种也第一次做 我对家这个想法是 在约旦比较小的家庭在一起生活 在中国可能会更喜欢大家庭在一起生活 这样有更好的机会去孝顺长辈啥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拍摄 然后我们主要拍他们一家三口来拍全家福 在纪录片的拍摄 其实我们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困难 因为我们拍摄过程中有要照顾小宝宝 所以当他饿饿的时候或者哭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正常进行拍摄 先得把他照顾好我们才能开始拍摄 我对小鱼的看法就是 他比较配合人 挺喜欢帮助别人 而且挺喜欢我的小孩了 我的搭档导演看完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超级奶妈 除了拍摄的间隙 还能兼顾着照顾小宝宝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厉害 我第一次见面我的搭档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 做事很仔细的 我觉得他的性格也是很活泼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 我们很容易交流 我们是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好兄弟一样 在拍摄过程中 我们交流得非常愉快 我们的友谊是越来越深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本次活动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队长的真诚 还有以及他的奉献 他从本科毕业到现在 把自己的轻充时间精力 全部花费在整支救援队上 为了更多人的性命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所有的时间和一切 就在采访中他有一次提到就是 我问他 你为啥要这样坚持下去 虽然我是一个民间组织的社群进来的 但是我背后是强大的国家 强大的祖国 就是有一次他被派到去尼泊尔救人 为了挽救生命 为了自己国家的荣誉 他勇敢地去救那些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 他那么年轻 而且他一点都不怕 直接完成自己的任务 为了自己的国家的荣誉 我觉得非常值得表演 我个人学习的方向 这是文艺学 然后我们那天到水车也小学 我看到了一些小朋友们 大概我六七八岁的小朋友们 他们读书的很扎实 要比我 我看我读书的多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例子 在我们攀设的那个小学里 我的感触特别深 因为当我们走进他的教室 他们班级里面那个图书脚 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 然后还有那学校走廊上 也有各种关于读书的活动 我觉得这是 这真的是我们国家一个 进步的一个体现吧 就我那天观察的事情 我发现中国两代人看书的情况 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就是说上一代 没有这一代看的书多 可是原因在于上一代的人 他们当时的资源 没有现在的资源丰富 比方说电子版或者图书馆 这个物是人 对 物品还都是这样 但是人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人 我的搭档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大部分很用功 桑木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 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 我也体会到了那种来自非洲的那种热情 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钢琴你要对我吗 哇好凉 沙神帽要来了 快点快点快下来 小心小心 快点快下来 沉堵飞扬了 他是一个很棒的人 如果 哈哈哈 我们来说是 我爸爸曾在说是 我觉得他长得很帅 如果也是个女生 我肯定会追他 哎呀 beautiful 哈哈哈 我们合作的我觉得还是挺快乐的 左手是高度和是方向 然后右手前进 葡萄美酒夜光杯 鱼饮琵琵琵琶马上催 醉我沙场 君莫笑 鼓来征战 几人回 我们因为是在沙漠拍摄 所以每天回来浑身都是沙子 我们会带着很多沙子回宾馆 我们小飞 富康了 抗死了 富康了 哈哈哈 拍到最后一场戏 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戏的时候 我们的无人机撞到了 那个天文望远镜的那个帐篷上 我们小飞飞起来了 你拍小飞 拍我干啥 看不见小飞 祝你身体健康 祝你身体健康 那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戏 如果它是前期撞 那我们可能会影响很 影响我们后面的拍摄 但还好那是 最后杀青之前被撞坏 321 杀青 暂时杀青 希望不要有恐怕 这一 这次的活动 一次被十八大学联合主办 传媒喜悦也和《中国日报》 出干其他战吃饭 《中国日报》 变通的大 它唯一的就是要坚持这个开中国 不管这个大产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个是还是很激动很高兴 而且 第二次为啥 对 第一个呢我觉得特别真诚 因为就是外国青年看中 那么它其实首先是一个 踏着的眼光 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西北市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指导和鼎力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